然后怎么样开发人员标签 也就意思是说我们要开录制 要用VBA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后面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待会我会先把这个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完之后的话 我会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录制聚集完成的 那基本上它就是 我刚刚提过 它是也是有自动帮你写出程式 OK 然后当写完程式之后 你要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所以我把它按下去 自动就跑出结果 再按一下就把它清除 假设我需要两个按钮 按下这个 自动就有结果 刚刚说假设我今天东西全部 就是这边的资料 来源资料又改了 然后我可以怎么 先把它清掉 然后我按一下它又完成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 其实 你不用写什么程式 你只要学会一个功能 就是一把这个开发人员标签叫出来 二的话呢 你要学会 就是如何录制聚集 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然后你录完的东西会放在聚集里面 那聚集实际上就是VBA 就是Visual Basic OK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把这个按钮也变出来 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请 第一个先把那个开发人员这个标签叫出来 那怎么叫特别重要 上面有一个小箭头 其他命令 OK 其他命令点击之后的话 会有个制定功能区 其他命令 这边点下去 其他命令 然后找到制定功能区 这边就有一个开发人员 你们预设是没有打勾的 也就是说呢 一般人的电脑里面 应该是没有这个开发人员的标 就是那一个群组的东西不会出现 除非说你有学过VBA 或者是说呢 你会录制聚集的话 你才会把它打开 所以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你身边的同事 他的这个功能有没有打开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他的程度落在哪里 OK 如果打开的话 当然他用的话 他应该是 他如果开的话 我觉得有开跟没开 应该差蛮多的 没有 就可以知道 你有开启 表示说你有学 你才会开 不然的话 你没事干嘛 开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里是个指标 因为很多人真的不会用 不会用的话 他很多事情 他效率就没办法提高 还有很多事情 就慢慢来 就突发炼钢 突发炼钢 资料量少还好 资料量一多的话 你做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 所以永远做不完 那所以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 慢慢的 当然你开启它的话 有点像开启一个那个 什么潘朵拉的盒子 你慢慢你就要知道说 你要慢慢去提升 你要升级的 就是upgrade你的那个 label 你就可能慢慢要变成 就是office人员里面 可能要变成3.0 4.0 一直往上 当然 办公室人员 其实说真的 这些工具一定要回 如果你不会的话 很多事情 真的就是突发炼钢 永远做不完 但是呢 当然也有诀窍 我是尽量就是把 我觉得最简单的步骤 你就慢慢把那个步骤 记熟就好 你也不要乱摸索 因为很多人就乱摸索 最后你还是不知道 怎么做是最好的 那我只是整理出一套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 大概你需要知道 我告诉你 你暂时不需要知道的 那我就暂时不要告诉你 不要增加你太多的负担 写程式 最怕就是说 给的非常多 最后你都用不到 书里面的都是这样 你会发现 很多书里面 一本书里面 其实你目前需要的 大概不到一成 可是他给你 可能百分之一百的东西 那你怎么消化 对不对 所以暂时先把 不需要的先把它排在后面 那那些不是说 永远用不到 你需要的时候 你把它当字典一样翻 你需要说翻一下 但前提你要知道 怎么去翻 怎么看到之后 你怎么去把 那个东西做出来就好了 你主要要学会什么 如何使用工具的方法 就够了 我觉得不然的话 你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那怎么做 第一个 记得把开发人 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 就是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 之前请各位要注意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做彩排 OK我先把它删掉 假设我要把它还原 那开发人叫出来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也先把这个 先把它删掉 因为我跟各位 把它变成一模一样 然后我再重做一遍 那怎么做呢 一先复制这个 Ctrl键按住拖拉 放开 那这个名称的话 也许我把它叫做聚集好了 也许名称叫做聚集 OK 又是录制聚集 Enter一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 那怎么彩排 因为我讲过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所以你录制聚集之后 有点像录影的动作 录影嘛 那录影的话 你只要NG你就重来了 这个道理一样 你只要多做的动作 它会多写了程式 那你可能要重新再来 所以步骤大概会有几个 一请你把游标放 不要直接放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放在这里 它第一个动作就没有录到 没有录到的话 那就会产生错误 因为你如果执行的时候 你游标刚好不是放这里 程式就有bug 所以一请你把它放在 不要这里以外的储存格 一点它一下 二的话呢 请你把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 为什么 因为你要把这个公式录进去 所以你直接按打勾就可以 打勾它就帮你把这个公式录进去 一放这边 二放上面 三的话呢 已经打勾了嘛 然后再来就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记得一定要点这边两下 你千万不要用这样拉下来 因为如果你这样拉下来的话 比如说未来 你假设说你拉到这边停了 可是你如果说 以后你资料会增减嘛 那它会变成说 如果你有增减 它记录下来就是到101列 它不会自动调整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是用刚刚那个方法 就是点两下 它就是自动到你现在 最下面那一列的位置 OK 所以差别在这里 录制的技巧 有人就让结果不一样 好 一是这样 所以总共有三个动作 一放这边 一二打个勾 三的话点两下 三个动作就OK了 彩排等一下就录这个 第二个按钮是清除 有没有 清除的话怎么录 一样放外面 一有没有放这边 二的话呢 记得不要用选的 因为选的也是刚刚一样 你固定放了 所以怎么办呢 有没有放这边 记一下快速键 向下整个选取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按住 再按向下 这个意思是说 帮我选到这个范围的最底部 OK Ctrl Shift 向下 OK 刚刚我不是Ctrl Shift 向右吗 向右就是帮我选到这个最右边 Ctrl Shift 向下 所以通常会 如果整个范围通常是向右再向下 如果只有一栏的话 就是向下就好 然后按Delete OK 这样就完成 所以也是三个动作 一有没有放这边 第一个动作一样 二的话Ctrl Shift向下 三Delete 也是三个动作 所以我们这三个动作做熟了之后就要开始录制了 就是录制 录制怎么录 我先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录完的结果 如果你在录错了 这边有这边这两个 它一定是sub开头 sub结束 头跟尾 头跟尾 两段 它结构 名称叫这个好了 手机 号码串接 所以第一个 我就先彩排过了 然后我也有自信 三个动作我都记手 所以接下来就是录制聚齐 然后名称就输入上去 偷懒一下 手机 那你不一定叫这个名称 其他也OK 那接下来按确定的话 就开始录了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做任何动作 以色列都会帮你变成程式 OK 按确定 好 一游标放这边 其实它会帮你录一行 叫Ranch 12.slate 就是它里面自动帮你写一行 二的话游标放这边 打个勾 三点两下 好 录完了 不要有多的动作 再来的话 录完之后就停止录制了 好 我们第一个完成了 你会发现录制的东西在哪 聚集 这个有了 OK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录制 再来就是手机号码 清除 OK 就叫一个清除 一样 三个动作 按确定 一 Ctrl-ship向下 二 Ctrl-ship 三的话delete 好 这样OK了 然后一样停止录制 这边就出现了 有没有 清楚 你想说 老师那OK了吗 OK了 那你怎么知道OK呢 很简单 点这个 执行它 有没有 OK了 出现了 如果要清除的话 OK 清除 也OK了 只是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必须在这边执行 那如果你会来到边按钮的话 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应该还记得步骤吧 所以一 重点回复 一先把这边其他命令的这个 这个打勾 二的话先彩排一下 三的话 就是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然后就录制去期 录错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重新再录制 然后重新再给那个名称 当按确定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要不要取代 你就按是 他就重来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录制聚集 还蛮好玩的 因为以后你工作里面 只要你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录成聚集 OK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 你只要有 重复的动作 你就自己玩玩看 反正 只要不要影响你的工作 反正你就是 有空的话就录制 录下来之后 你把它变按钮 以后的话 你就有很多的按钮 把它按下去 自动就完成 什么 自动完 刚开始我建议 你的步骤不要太多 顶多大概就三个 顶多五个 你不要太多的话 很容易出错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VBA的部分